据环球网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5日最新消息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表示 俄方将尝试把坠入黑海的美国无人机残骸打捞出水 报道称帕特鲁舍夫承认目前不确定能否成功打捞 但表示这项工作是必须做的 此外 据报道 帕特鲁舍夫说 这一事件证实了美国积极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尽管美国领导层说法与之相反 美国人总是说他们没参加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他称 但这次事件再次证实 他们直接参与了这些活动 俄罗斯和美国军用飞机14日在黑海上空遭遇 一架美军MQ-9死神无人机坠毁 俄方说死神因飞行动作太大而坠落 美方称无人机遭俄方军机撞击